果然是塞 情侶没所在 小秋情为了快撒回都更新羞愧 艺人张庆芳五年前登小巨蛋开唱 让不少粉丝进行游行 曾经被一届好友认为嫁得好的贵妇 但如今却情报与丈夫宋学仁离婚 张庆芳与宋学仁透过律师发出声明稿 很遗憾的通知关心我们的朋友这个讯息 我们因为无法克服双方差异性决定离婚 虽然我们努力尝试过但仍然无法解决 因此在去年协议离婚 并选择在今年孩子放暑假期间完成法律程序 以后虽然不是夫妻 但我们依然会是孩子的父母 孩子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婚而失去任何一方的爱 声明中更恳请外界不要预测离婚原因 这是最好的决定 那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 就是说这个对象让我觉得有一种挑战 就是说他让我觉得另外那个生活 不只是改变还会有不一样的乐趣 张庆芳在37岁时认识了投资教父宋学仁 38岁订婚 39岁成为宋太太 曾经在节目上分享决定与丈夫宋学仁步入婚姻的原因 两人在2005年结婚后 张庆芳以家庭为重逐渐淡出演艺圈 并且到香港定居 他摆一个全家福照片在后台 我说我先生说他不会来后台的 我说你摆着嘛 他应该会来 他不会来 他跟我讲他不会来 结果我还是叫小袋还是准备好 然后他还弄一束花很漂亮 在我镜子前面 我画个画个妆 我6点半还是6点15分 我先生真的就抱着两个孩子到后台 直到五年前出道30周年决定开演唱会 2016年曾经上节目提到先生不赞成开演唱会 他在受访时曾透露自己是好媳妇代表 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总是可以拿捏得当 但他也谈言老公在婚姻里比较强势 可以说是服务管言 曾经说自己嫁得好 但是因为整个条件匹配 而不是下嫁或高攀 没想到却在20日后 两人共同声明 以两人表示无法克服双方差异 决定要离婚 震惊各界 记者杨诗学夏威仪台北报道